比特币回撤6万7千美元附近 您的成本在哪个区间 矿工群体的储备在持续减少 市场的购买力却是越来越强 这时候您是上车还是观望 掌控住了比特币超过4%的流通量 华尔街巨头们到底是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加密货币不死不灭 监管提速势在必行 CFTC放言一年之内要建立加密货币的监管框架 特斯拉秘密增持了接近1800枚比特币 难道马斯克要重新用比特币支付特斯拉吗 奥迪一周年落打造了万倍神话 不愧是明文界的战斗机 用加密货币重新占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邮件 3月8号星期五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由Deepcoin冠名 并且提供的币圈24小时的数据头条 最近这三天 比特币的基本回撤价格 大概是在67000美元附近 那么大家知道 现在新进场的筹码 最新的成交价格在哪个区间吗 根据昨天下午最新的数据显示 现在大家持币的均价是在66000到66800美元区间 在这两个价格区间形成了有效的56万 比特币的买入 要知道这个区间一周前 它的堆积的比特币不到2万枚 说明现在市场的承压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非常能吸收现行的抛压 那么是什么人在买入现在的价位呢 通过链上数据监测我们看到这部分买入人在51500美金和42500美金 都曾经囤积过比特币 所以他们的早期成本相对来说比较小 那说明现在的市场的投资者 对于后世的信心是非常充足的 这对于短期比特币的价格提升来讲 无疑是利好 好 币价能不能稳定呢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现在市场上最大的抛压来自于哪里 我们先来看持币地址超过10万枚比特币的巨金的数量 昨天晚上从70.2万枚骤降到了58.7万枚 减少了11.5万枚 这其中主要就是灰度的GBTC 它的钱包地址在不断的减持 那现在比特币现货ETF所有机构们的持币地址 从240万枚增加到了254万枚 一天时间增加了14万枚 完美地覆盖了距今减少的11.5万枚的抛压 另外我们看到持币数量在100到1000的比特币的大户们 他们在比特币46,000美金的时候开始持续地抛售 直到比特币占上6万美元之后 持币的数量才开始大幅地增加 所以总体来说市场对于比特币的需求在持续地增加 资金也是持续地净流入的现象 而且市场的购买力现在来看是非常充足的 好 我们再来看 在比特币的价格占上44,000美金之后 矿工群体的比特币的余额 便呈现出了净流出的下降趋势 最近的三个月以来 矿工是循序渐进地在减少自己的筹码 累计减持了1.8万枚比特币 当然这个抛压对比前面提到的 比特币现货ETF的购买力来讲 几天时间就可以完全消化掉 所以现阶段矿工处在一个获得了超额利润 在持续抛售的现象可是并没有出现断崖式的抛售 说明什么持币信心是非常坚硬的 其实不少老牌的矿工早就自由了 现在已经是王牌钻石手了 只是新进场的矿工 现在是一个最舒服的投资状态 没有质疑 好 请你点赞 我们来帮您梳理24小时 币圈您不能错过的那些离前最近的新闻 昨天在和台湾的区外联协会的主席 在聊天的时候他说现在台湾的不管是新金融的投资人 就是web3的投资人 还是说传统机构的投资人 现在只关注两个投资标题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在台湾真的是每天涨百分之十几 每天都是一个涨停板 因为大家都认为它是现在AI的基石 台积电的芯片决定了AI的走向 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标题就是比特币 从ETF通过之后比特币的上涨速度可以说是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那现在最新的数据截止到3月7号 比特币现货ETF的总的资产净值已经达到了531.11亿美元 占比超过了比特币总市值的4% 那么这个数字可以说上涨是非常快的 所以大家猜出一个问题 是不是华尔街真的要掌控比特币的生杀大劝 数据显示10只比特币现货ETF在3月6号创下了100亿美元的日交易量 打破了历史新高 其中贝莱德的IBIT37.03亿美元 复达的FBTC20.28亿美元 Bitwise的BITB也纷纷创下单日交易量新高 对此彭博ETF分析师埃里克·巴尔丘纳斯表示 若比特币现货ETF成长维持此速率 每月增加100亿美元 那么比特币现货ETF将在今年夏天超越黄金ETF的规模 很多人在问ETF是什么 ETF就是给懒人给传统的机构 给一些不愿意保管私钥 不愿意下载交易所 不愿意自己去交易的投资人购买比特币的一个捷径 你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把钱交给ETF ETF帮你去购买保存比特币 跟你想卖出的时候也可以随时通过ETF卖出 不过中间你要交纳手续费就对了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其实对于用户来讲是背离了中本聪 去中心化 每个人都可以投出自己一票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资产 用自己的私钥来管理自己的资产 和走向的一个初衷的 但是对于机构的敬畏来讲 对于推升币价来讲这是好事 但大家也要看到机构的背后是什么 机构的背后其实也是散户逻辑 只不过是大散户小散户而已 好 其实长期以来 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和SEC证券交易委员会 在加密货币谁来监管的问题上 都是各执于此的 大家都认为他们部门有加密货币的监管权 但最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 叫罗斯丁贝纳姆 他在一场听证会上 就表达了他对于加密货币监管的一些态度 他说加密货币永远不会消失 而且直言说 比特币和以太坊这些主流的代币 本来就应该视为商品 所以现在承担立法来解决他们的定性的问题 所以在贝纳姆看来 比特币以太坊这些加密货币 现在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 而且他们应该成为一种 不可被忽视的资产类别 这是他的原话 所以他呼吁国会要尽快地填补加密货币监管的空白 特别是针对比特币和以太坊这两大巨头 不过我想要在美国的体系之内完成对加密货币的监管立法 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发言中 罗斯汀·贝纳姆坦承 加密货币相关问题消耗了CFTC的大量资源 去年CFTC超过49%的执法行动都与加密资产有关 并且还在持续增长 这意味着CFTC不仅需要应对传统大宗商品市场的挑战 还要分心处理加密货币领域的复杂问题 但贝纳姆坚信 如果国会能够通过21世纪金融创新和技术法案 CFTC有信心在12个月内建立起数位资产的监管框架 因为CFTC主席一直坚定地认为 比特币和以太坊都是商品 我之前说过 以下的一些这些货币和技术 我们必须要考虑 以传统的保障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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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其实大家可以找这场听证会的全程来看一下 两个焦点 第一就是比特币以太坊到底是不是商品 这个问题现在还在讨论 第二个问题就是 比特币的挖矿 它对于能源的消耗非常巨大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伪命题的伪命题了 为什么 说比特币挖矿耗能 大家要知道 现在70%的比特币挖矿 都转向了清洁能源了 再一个 如果比特币是一个转账系统 是一个资金的存款系统 是一个保值系统的话 那如果把全球的金融体系 它的耗能加起来 我相信九牛一毛都称不上 所以比特币挖矿耗能 这就是白左们好日子过多了之后的伪概念 特斯拉和SpaceX总共持有约13.4亿美元的比特币 看来马斯克还是看好比特币的未来 从0.003到如今的77.8美金 奥迪一涨夫人 在之前马老板的SpaceX和他的特斯拉 都说过他们在减持比特币的持有量 对吧 但是现在为止 有这个调查公司发现 这个数据好像并不太真实 而且它没有减持 而且更多了 昨天的加密情报公司叫Arkham 他在X上发推说追踪了马斯克名下公司的 比特币的钱包地址 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 然后数据发现 SpaceX在28个地址当中持有8290枚比特币 价值大约5.6亿美金 而特斯拉目前有68个地址 一共持有11510枚比特币 价值在7.8亿美金上下 现在这个数字和特斯拉公布的数据 可是完全对不上的 所以特斯拉马斯克到底有多少比特币 再次成了大家猜测的焦点 根据上次特斯拉财报公布的数据显示 特斯拉持有的比特币数量为9270枚 而目前Arkham公布的数据 则比之前多出约1800枚BTC 这就意味着 假如Arkham统计数据无误的话 特斯拉很可能会在下一次财报中 宣布增持的消息 特斯拉的第一笔比特币买入交易 发生在2021年2月 当时在向美国SCC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显示 特斯拉已购入价值15亿美元的比特币 并对外宣称 不久后将接受比特币作为购买其电车 和其他产品的支付选项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马老板世界首富不太老实 表面上在说我们公司在减持比特币了 可是在自己的各家分公司里面设安装 偷偷的收购比特币 所以这个数据如果对不上的话 特斯拉应该会给公众一个解释 那大家在猜测 马老板这次偷偷增持比特币 是不是要重新启动 用比特币去支付特斯拉呢 那算一下这笔账呢 现在基本上两枚左右的比特币应该可以买一辆特斯拉了 所以如果马老板重启比特币的支付的话 我会用两个比特币再买一辆特斯拉 来支持一下马老板的想法 当然马斯克对于数字资产 对于比特币的反水已经不第一次了 之前启用过狗狗币比特币来支付 现在又不启用了 所以曾经马斯克是比特币的英雄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是麦克尔塞勒毫无疑问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文赛道 在比特币的Odinus协议推出之后 大家看到BRC20 Odinus ARC20一系列明文资产 掀起了一股投资的热潮 那其中最火的是谁呢 Odinus的BRC20 它就像是以太坊的ERC20一样 它就是比特币链上的一个实验性的代币标准 那么BRC20和以太坊上的ERC20 NRT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是BRC20 或者说比特币链上的NFT 它是刻在比特币链上 和比特币这条公链共生共死的 它的铸造是要消耗真金白银的比特币的 所以在一年前这个概念 BRC20还是半生不熟的 但是现在却被大家玩出了新的高度的 大家看Audi Sats这些龙头的明文资产 哪个不是上万倍的涨幅呢 所以现在明文市场已经进入了 取摸乱国的新时代了 如今 BRC20的首个代币Audi已经问世一周年了 ORDI是比特币网络上的第一种民音币 2023年3月9号 ORDI被铸币完成 铸币一张成本为2到3美元左右 一张有1000个ORDI 同一时ORDI单价为0.003美元 而现在的ORDI早就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了 ORDI总量2100万枚 按其早期约3美元一张1000枚代币的铸造价格计算 基金涨幅已超2.5万倍 截至中午12点 ORDI暂报77.8美元 所以大家看到 9个月的时间ORDI的价格从0.003涨到了 现在的54美金涨幅接近2万倍 这就是区块链的神话 就是数字资产的神话 也是屌丝逆袭的神话 从此比特币的名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四大公链也推出了自己的名闻 都想奔一奔根 而近几天不知道是不是在纪念名闻市场 上周的OKX在24小时之内 翻倍的名闻是非常多的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特别的风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有的名闻可不是真的名闻 ARK INVEST昨日共卖出了54,215股 COIN股票 其中ARKK卖出45,691股 ARKW卖出5,778股 ARKF卖出2,746股 21 SHARES在X平台发文表示 全球资产管理规模突破60亿美元 达61.53亿美元 截至目前米因币市值达到557.07亿美元 24小时涨幅4% 过去24小时全球交易量达185亿美元 其中狗狗币仍然是该板块中市值最高的代币 市值超过220亿美元 据黑山当地媒体披露 Terraform Labs创始人Ducoy将被引渡到韩国 而不是美国 EOS基金会CEO在社交平台宣布 未来EOS将关闭通货膨胀机制 新铸造约8.18亿个EOS代币 将EOS供应量上限定为20亿美元 在一段时间内释放新铸造的代币 开始时大量释放 随时间逐渐减少 大家发现没有 现在牛市来了 就会有一个怪现象 以前大家都在说 年化收益10% 20% 30% 都很香 很要争一争 但是现在年化收益 5%60%都看不上了 如果您不是两个月翻倍 您不是三年 就是能够涨万倍的话 投资人都不看一眼的 所以要明白一点 牛市并不是常态 投资不是在跟钱做斗争 而是在跟人性的弱点做斗争 大家想一想 究竟多少倍的投资收益率 才能令您满意呢 如果你没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那您就不是在投资 在投机 所以在这个圈子当中 老老实实的坚定的 持有你的数字资产 主流价值资产 才是您和这个市场博弈的 最终胜利的那个关键 要知道现在所有的投资 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 一味的放大你的杠杆 放大你的收益率 只要市场发生一丁点波动 归零的就是你 好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也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把频道打造的更加专业 在这里头有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带领所有的会员 在这一轮牛市当中 资产后面加个0 明天见